雍正二年的征月 按功力算的那年应该是1724年 这个副将军岳中旗与主帅年庚瑶 商定之后决定趁着暴雪天寒要突袭郭隆寺 虽然这主意是这岳中旗出的 但是在出征之前这岳中旗还是有点含糊了 他请示这个主帅面对郭隆寺的这些喇嘛 应该怎么做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现在郭隆寺里面啊 山上山下四内四外 一共有三万多喇嘛 这三万多喇嘛肯定都是叛军 那这句话是从何说起呢 因为他们家呀 也就是说这郭隆寺啊 上面的大喇嘛活佛们 参加了这个叛军 罗伯藏丹金的会盟 并且呀表示支持罗伯藏丹金 三万多喇嘛当中啊 有一万多武僧 这武僧怎么解释呢 他并不像少林寺的武僧一样 各个习武 各丁各的都有精湛的武艺在身 这些无非就是武装起来的喇嘛 所以被称为武僧 这些算是对叛军的军事上的支持 不但如此啊 这郭隆寺的喇嘛 对叛军还出钱出粮 帮助叛军 而且有一点最为关键 这些皇家的喇嘛僧 是叛军心目中的宗教依托 因为这叛军呢都是教民 所以他们认为呀 有喇嘛给他们宗教加持 他们的这次判断是必定成功 可是这喇嘛呀必定不同于常人 并且在这群喇嘛当中啊 还有张家活佛三世 那二世张家活佛可是大清朝的国师 所以这月中旗在出兵之前呢 他觉得这件事情得请示明白了 这年刚瑶听完他的疑虑之后 微微一笑 从后仗之中就取出一个秘匣 打开之后啊 里边是一道秘纸 这月中旗打开一看呢 哎才算吃了定心丸 这才有的沙喇嘛火烧 郭龙四 雍正皇帝这道秘纸到底是什么内容 咱们先按下布表 咱们先说呀 哎这月中旗就兵发郭龙四 这月中旗带了多少人去呢 六千 这六千人当中啊 有八旗 有绿营兵 还有一千土司兵 那么说这郭龙四他在哪呢 这郭龙四啊 在青海的护筑县 那是这个万历三十二年的时候 也就是1604年由这个达赖四世和四世班禅呢 派这个加塞活佛在青海修建的一座寺院 是完全按照这个达赖和班禅两位活佛的意愿修建的 当然了啊 修庙的钱呢 也是人家这个西藏拉萨的僧团拿的 因为这寺庙修建的非常宏大 很快就成为当地猛葬各族信众所朝拜的中心寺院 被誉为啊这黄北诸四之母 那么说这二世张家活佛 跟大清朝的关系十分密切 又做过郭龙四的法座 这郭龙四的这种僧人 难道不听从张家活佛一系的号令 归顺大清朝吗 这里边啊 这原因就很多了 首先说呢 现在呢 这个张家二世云记了 现在呢 在这个郭龙四的张家活佛 是三世张家活佛 并且现在这位张家活佛 满打满算 今年才七岁 所以呢 他被整个郭龙四的僧人控制了 这才加入了叛军 那有人又得问了 即便是这样 张家活佛的派系 难道就控制不了郭龙四吗 哎 控制不了 因为这郭龙四的太大了 这郭龙四啊 有五大囊活佛 九小囊活佛 加一块二十几位活佛 而这张家活佛呢 无非是五大囊活佛之一 所以说呢 他这一只一派呀 当不了家 在这些活佛当中啊 还有什么二世 雀葬活佛 二世的丹玛活佛 还有达克玛活佛 现在这庙里的法座呀 就是达克玛活佛 那这二十几名活佛呢 分别基本上就是各扎仓的看部 我想啊 年幼的张家活佛 应该连看部现在都不是 那我说了这么一堆 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那意思就是啊 其实信众 比如说您呢 去这个庙里 您看到的是一座宏伟的寺庙 您在寺院当中干嘛呢 无非就是请愿 烧相还愿 可是啊 对藏传佛教的僧人而言 也就是喇嘛呀 他们对这个寺院的看法 可不是您这样 他们认为寺院是修行学习的地方 是学院 那整个寺院呢 相当是一所大学 这寺院的法座呢 就相当于校长 总看部呢 就是教导主任 各扎仓的看部呢 就是各系系主任 那么藏传佛教的寺院 这权力广是这样分布吗 其实还没完 这藏传佛教的寺院呢 还有寺主 就是这座寺院的出资方 也就是所有财产啊 应该归属于谁 它和这个中原寺庙的结构大不一样 因为中原寺庙呢 或是赤剑 也就是皇上家建的 要不然就是政府修的 再有呢 大财主捐赠 捐赠之后啊 也是把寺院的管理权 以及全部财产 就彻底捐给了寺院 然后呢 由这个住持 他来掌握这些寺产 藏传佛教就不一样了 有明确的出资人 所以呢 藏传佛教 他有四主 现在的郭隆寺呢 说是有三万喇嘛 实际上啊 有相当一部分呢 是为了躲避战乱呢 或者是学习佛法 在寺外居住的信众 您看呢 就跟现在的这个 瑟达的五名学院一样 中间那个黄顶子的是庙 没多的点地儿 剩下大片红顶子呀 都是四方居士的住所 那咱们呢 谁都没经历过 这个月中旗 屠鲁孤龙寺 我们只能啊 根据现在的一些资料推演 那为什么说 最后全给杀了呢 您看呢 现在色达的五名学院 这些居士们呢 也穿的跟喇嘛一样 身穿喇嘛大红僧袍 并且都替着光头 根本就分不清啊 谁是喇嘛 谁是居士 那我想呢 月中旗呢 也分不清 可是他不一样啊 他手里攥着评判的旨意 所以啊 宁杀错也不放过 哎 就全给弄死了 那您想啊 既然能容纳三万多信众 以及喇嘛 所以说呀 这郭隆寺现在的规模 自然也是小不了 清代的汪景祺 写的读书堂西征笔记呀 里边曾经明确的记载过 这汪景祺其人呢 是跟随着年羹游 一同西征过的 所以这里边所记录的资料啊 有很多还是可信的 他说当时郭隆寺啊 这僧舍殿与家在一起 有两千多个院落 互四五僧过万 并且在山下呀 还环绕着五座堡垒 看起来就是一副一手难攻的架势 这会儿啊 在郭隆寺的山下 岳中旗啊 带领着三千军队 有人说不是六千吗 因为风雪带大呀 有三千人马滞留 未能到达前线 这岳中旗知道这庙里啊 连信中带喇嘛 有三万多人 可是要不然说什么 叫义高人胆大呢 再加上有雍正皇帝 那封圣旨的加持 这岳中旗决定啊 三千就三千吧 我本来呀冒着风雪连夜赶来 是为了突袭 如果再从这儿等待着 那三千人马到来呀 就起不到突袭的作用 山上这些贼喇嘛 要是跑了呀 那可就找不着了 他怎么就称呼这些喇嘛 这些叛军喇嘛为贼喇嘛呢 主子就是这么称呼 咱们这又说到了 岳中旗呀 看到了那份雍正皇帝 给年更要的圣旨 圣旨上明明白白就写着呢 黄教之无可谓不堪之处 一言难尽 到处接人 而蒙古乐台 一提教字舍命舍身相违 此种迷惑 实令人难解 这雍正皇帝作为一个 虔诚的佛教徒啊 实际上啊 他不但看得起黄教本身 他认为这黄教 有很多不堪的地方 一言难尽 可是有一点不好办了 这蒙古人呢 他太信黄教了 人人皆是 那么实际上呢 这大清朝啊 从那个顺治到康熙 他们就已经认识到了 之所以 新皇教是为了以安 种蒙古 那这圣旨的前几句呀 是表示了雍正皇帝的无奈 后边几句呀 就是对年更要出征 如何面对这些喇嘛的暗示 以及批示了 华尔谦接着说呀 内地这些不堪的贼喇嘛 当除既除为好 但必须有词 千万不可单 荼度喇嘛 知名 以含 众蒙古之心 那这意思大概就是啊 都弄死最好 但是啊 你得找个由头 不能让跟着咱们混的这些蒙古人呢 挑出理来 关于这个张家活佛三世呢 这雍正皇帝也有批示 必须把张家活佛三世 全须全隐的 给我带到北京来 其他我不管 所以这道圣旨啊 就是月中喜 敢荼度喇嘛的后村 他来到咕隆寺山下一看呢 山上山下四眉四眉 是一片寂静 还不用他呀 一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揣测 就是一个普通人也能看得出来 这是属于呀 人家有了埋伏了 那就三千人 一千人为先锋吧 先探探去 他有埋伏 你也不能不敢进呢 一千人做街营 一千人做断后 这一千吐司兵可就摸向了咕隆寺 那有没有埋伏 那能没埋伏吗 这吐司兵啊 成分散之势 刚杀进这些禅房院 哎 这些反叛的喇嘛僧啊 可就从禅房里杀出来 可让那些喇嘛没想到的是啊 这面前明明就是一千吐司兵 看着呀 不得起眼 一个个啊 穿着黑斗篷 个头不高 油黑的汉子 手里头端着鸟枪 腰上面搭了着火绳 胸前的布袋上啊 插着无数的这个牛角的火药筒 那我们人多 你们人少 那是杀吧 即便你啊 这些吐司兵手里攥着鸟枪 我们都是大刀长矛 一顶一不行啊 一个顶十个 一个顶百个 总能把你们杀完 可是他们就真没想到 这些吐司兵啊 那杀起人来利索多了 换弹药的速度奇快 这些喇嘛 举着刀枪 往这些吐司兵身上戳 可是这帮吐司兵 极灵活 一转身 躲过刀枪 右手抓住鸟枪 左手不知道怎么着 从这个黑斗篷里啊 就变出一把刀子 直接把这喇嘛就捅翻了 不到一个时辰呢 这些个喇嘛 埋伏的喇嘛 就被这些吐司兵杀了个大败 那后边两千人是干嘛的 一拥而上啊 就直冲 郭龙寺的主寺 那么说刚才这些吐司兵 和这些喇嘛混战的时候 这月中旗闲着没有 当然没有 这月军们呢 抓了几个舌头 逮住了几个呀 穿着打扮呢 像是首领的喇嘛 这一审就审明白了 他审什么呀 他审这三世张家活佛 在哪个佛丧当中啊 到时候一场战乱下来 可别把这个小活佛伤了 因为这是皇上啊 亲点药的人 那这些喇嘛呢 倒是真听话 被逮住之后啊 顺手一指 说那座佛舱啊 那就是我们这个 张家活佛的佛舱 张家活佛和他的这个侍卫 以及侍从就住在那里边 于是这特种部队出战 北川重甲步兵啊 就包围了这座佛舱 撞开门之后 一拥而入 就把这三世张家活佛 以及他的侍从啊 都请出来了 月中旗军们 问清了情况 雁民了正身 一刻不能耽误 立刻就把张家活佛 以及侍从啊 往西宁方向护送 咱们书中代言 这小张家活佛呀 没受到任何的罪 就直接呀 从西宁被送到了北京 据说呢 这雍正皇帝 见到了小张家活佛之后 非常高兴 就抱起来 放到了自己的寓座上 后来呢 教养宫中 竟然和这个皇子 弘历呀 一同学习 后来张家活佛跟弘历 也就是乾隆皇帝的关系 也是相当的密切 有如兄弟一般 这是后话 细节呢 咱们今儿聊不到 这张家活佛一被护送走 这月中旗军们 心中的一块心病啊 算是好了 三千人一拥而上 就冲进了郭龙寺 这郭龙寺里边的武僧 也不是吃素的 刀牟弓箭一起上 就和这清军 在这郭龙寺里展开了巷战 喊杀声持续了一天一夜 最后啊 残余的众喇嘛 躲进了后山的山洞 这清军一点数啊 自己也有损伤 大概损伤一千多人吧 可是广是斩杀喇嘛 就斩杀了数千 勤获了六千 这投降的喇嘛 咱们暂且不表 这小喇嘛呀 跪在佛堂里边 大喇嘛 能关在佛仓里边 按下这些投降的 咱们暂且不聊 咱们得说说山洞里那些 山洞里边那些喇嘛呀 那都是富于顽抗的 这清军往前一靠前啊 那不是弓箭呢 就是鸟枪 这清军小孝呢 只能回奏大帅月中旗 这月中旗听完之后 微微一笑 这你吓唬谁呢 来人 拿着刀 压这些小喇嘛呀 往山上给我爆柴火 把柴火呀 全放在洞口 然后撒上硫磺燕消 一点火 砰 这火呀 可就起来了 等这火烧起来之后啊 在上边泼水埋雪 起了烟以后 这烟直接可就灌进山洞了啊 那不到两个时辰 好几千喇嘛 就被活活熏死的山洞内 对了这月中旗啊 充分的 他懂这个如何放火 哎 他知道火灾里死的人呢 通常都是熏死的 很少有是真被烧死的 那么说这郭龙四 所有能抵抗的喇嘛 现在呀 都弄死了 这月中旗呢 回头看了看郭龙四 又瞧了瞧啊 跪在庭院当中 黑呀呀的一片 六千多名投降的喇嘛 那月中旗就想了 要是放你们出去 你们肯定胡说八道 我这个领兵打仗的将军 不怕什么 我领的就是平叛的差事 可是啊 你们一胡说呀 这皇上朝廷 就会背负这荼毒喇嘛之名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咱们以救以救吧 就在大殿前边的月台上 展开了一次史无前列的大屠杀 有人说历史上的屠杀多了 什么叫史无前列呀 哎 那您想啊 一次杀六千名僧人 哎 还是很罕见的 那在这呢 我得说一句 好可怜这些居士 这些依庙而居的这些居士啊 有的可能连卢葬丹金反叛这事都不知道 就死到了头刀之下 那至于这群喇嘛嘛 我得说一句 他们呀 死得其所 既然你叛乱 你要叛乱 你支持叛乱 那成功了 兴死兴教 那失败了 那理应是这种下场 你应该责分承担的 那至于说该不该死呢 哎 那完全取决于呀 战胜一方的将军 将军说死 谁也没办法 这个惨状啊 是无法呀 让说书的一张嘴来形容的 这清军内部有记载 后来呀 这些清军跑到营棺处去换刀 那又说为什么要换刀啊 那是因为这一场屠杀下来呀 这清军手里的妖刀啊 缺口缺的都没法用了 那么说有多少把呢 有人说有1300百口 也有人说呀 哎 有这个大几百口妖刀 在这场屠杀当中啊 众僧人皆亡 当然呢 也包括一些活佛 什么二世雀葬活佛呀 二世丹麻活佛呀 还有本次的法座 达克马活佛 当然了 我觉得他们死的还是不屈 这都是啊 这个力挺 罗布藏丹金叛乱的 杀完僧人还不要紧 这月中旗一声令下呀 一把大火就烧了郭龙寺 一直到雍正五年 1727年的11月 雍正皇帝下旨啊 重修郭龙寺 并改名幼宁寺 这之前呢 这郭龙寺被烧的 也只剩下一片遗迹了 得类 这郭龙寺一场大战 虽然清军完胜啊 可是这个月中旗 以及年庚瑶啊 得上边啊 也多少缺了那么一点 到了下文书 我搜山捡海 青海一省才有捉拿叛贼 罗布藏丹金